各位飞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很多人在得了癌症之后 他会去想说 了解将来会不如死亡 所以有一些学者就写了什么 生死学 还有现在大学或研究所 都要开生死学的课程 那生死学到底在学些什么东西呢 他能够对人类有什么注意呢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 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 所以将来势必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从容的面对生死是很重要的 面对生死 洪一大师的心境是何等的平静 态度何等的从容 他凭借佛学的智慧 想明白了生死的道理 从容来自智慧的头脑 我们平常人也应该修一颗 看淡生死的从容心 可是实际上 我今天要跟各位纠正一些观念 洪一大师他有很多的观念 并不见得是应该要遵守的 现在来跟各位探讨一下 让我们来通过大师的演讲 来感悟一下大师对生死的通透见解 古诗云 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简单讲就是兔死胡碑 人生最后一大案 大事岂可续一妄也 今为各位讲述如下所列 当病重时应该将一切加持其身体 袭接放下 专心念佛 一心寄望往生西方 如是者 如受命已尽 决定往生 如受未尽 虽往生 而病又未能 反而能够很快的病育 因心自成 专念 不能灭除素食恶业 我个人不认为这样子 有病应该就医 不应该这样子 甚至于他这边还讲过说 他说这个 他自己 红一大师他自己 曾经过病时事 有人就劝他 赶快找医生来服药 他就用了一首祭 用佛陀的祭 来跟大家来推辞 这首祭祀讲说 阿弥陀佛无上一往 舍耻不求 是为痴狂 一句弥陀 阿加陀药 阿加陀药就是良药 舍耻不服 是为大错 也就是说 有病不要 念佛求死 他认为说 死就是往生 这样子的观念 是倒退的观念 所以红一大师的想法 很多我并不赞成 他说 因平日寄信净土法门 尊尊为人讲说 经自己患病 凡舍此而求医药 可不畏赐黄大错也 若病重时 痛苦甚至 切勿惊慌 因此病苦 乃素氏业障 亦或是转未来三途 恶道之苦 于今生清瘦 以素了长 他认为说 现在病痛 有病有的时候 还会疼痛 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你的 你的念 这个念缘 开始作祟 实际上这东西是 不能这样讲 因为如果说你 素氏的念缘的话 为什么不在你年轻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发作 为什么要等到你老年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生老病死 器官衰竭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你的器官用了久了 机器都会坏 何况这样 所以我反对这种说法 对佛法这样解释的人 我是很反对的 但他有一些地方 是很正确的 就是说 自己所有医物诸物 应该在病重之时 即施与他人 若依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如来赞叹品中间所说 所言供养金像的 则更好 实际上你要供养金像 这些东西 其实都有误导之嫌 但是把遗物通通送人 实际上遗物要送人 有些人大部分人不要 比如说先凶巨赐的时候 有七套西装 那我就想要送给认识的人 没有一个人要 第一个西装 是梁森定做的 上面还有绣的名字 所以人家不会要 第二个就是 有的人是忌毁的 所以七套西装 最后就何去何从 我没有把它丢掉 我把它烧掉 烧给先兄 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以穿的那七套西装 参加各种聚会 如果病重时 神是由情 因请善知识 为之说法 尽力安慰 这个举病者今生所修之善业 一一详言而赞叹之 令病者心生欢喜 无有疑虑 自知命中之后 沉思善业 决定往生西方 那这个净土中的人 都是要往生西方 人们既能够参透生死 就不必执着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人生在世 事事随行就可以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妇人 请了仙牙禅师 这个仙牙禅师 是一个很有名的 而且很有智慧 很有风趣的一个人 为家族兴旺 写些著语 以便作为传家之宝 代代相传 结果这个仙牙禅师 展开指 写到了六个字 父死 子死 孙死 都是死 六个字 总共有三个死字 这是简单讲 都是死 这简单是咒人 咒人赶快速死 妇人看到之后 就非常生气 说道 大师我敬重您 请您写些祝福的语言 可是您居然 什么会写些诅咒的语言 仙牙禅师解释道 假如你的儿子 先与你离开人世 你将十分悲痛 假如你的孙子 在你儿子的面前死去 而你和你儿子 都将会非常悲痛欲绝 当然是找妖 假如你的家人 一代一代的 照我所说的次序死去 那就叫做静享天年 我认为这才是 真正的兴旺 同辈的人 或者晚辈的人 因此在出兵的时候 这个长辈都回避 甚至于还有 还有葬属 中国的葬属里面 是在这个棺材 要起旧的时候 就是要把棺材抬起来 在准备引发的时候 那个父母如果在的时候 那个法师会拿一个拐杖给他 让那个父母拿那个拐杖 对着棺材打三下 砰砰砰打三下 打三下的意思就是讲说 你这个不孝子居然在我之前就先死了 所以这叫做不孝子 在那个铺文上都会讲不孝子 不孝男 不孝女 这个不孝的意思指的是这个 而不是那个孝 那个孝就是像不像的意思 孝像 那个像 不是那个字 是孝孝顺的孝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你先于我死 这个生离死别 都是非常悲痛的 你居然先于我死 居然我这个白法人 我还要痛哭流涕 送我的这个 从己身所出的你们这些孽障 意思就是这样 那要淡定 人生在世 一切都为自然 事事随行 何必苛求虚无的完美呢 人越是想强调自我 越是想达到一种 不可能的完美 就会越偏离存在的中心 这就是说 父死 子死 孙死 按照顺序死的话 就是影响天年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